- 失望了 - 什麼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今天要來拍久違的寶雅隨機買 沒錯,而且我這次是在網路上買的 就是沒有一起去逛店 那個逛店的話要申請 只有那次剛好是寶雅有贊助才有一起逛店 但是這次我也是直接網路上買 因為我真的去逛過以後就覺得 真的每一間的品牌 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少 所以我覺得在網路上應該可以一次看到全部吧 所以我這次才在網路上逛店 所以逛到很多我平常在店裡面 應該沒有看到的品牌,沒錯 所以我很久沒有一起來挖寶了 喔對了忘了跟你說 就是今天過後 剛好今天是我們的一月底 我現在的經紀人有幫我安排時間了 之後如果我真的狀況OK的話 我應該會配合我上片的時間說一些 上片的時間該說的話 但anyway有些人可能是把我的影片 就是可能出來之後放一陣子才看 所以只是 你知道 FYI For your information 二月的部分我個人需要去放一個長假 應該算長 但我在YouTube上面其實也不會消失太久 然後如果你怕我消失一兩三個禮拜 你不能接受的話 我們在IG鍵我還是多多少少會發一點現實動態 如果你想我的話 可以直接私訊我說你想我 我有看到的話我會回你 I miss you too OK anyway 那我們今天就趕快進入影片的部分吧 好我有了已經在這個箱子裡面 而且其實呢 我覺得我還是就是有一點 不小心某些品牌會買太多 首先我得說 這個不知道是哪一牌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它是TSUVIM TSUVIM 這個 液態眼影蜜 雙色閃亮眼影 我看到他們有特殊色 然後我就不小心很好奇 然後就 也訂了一堆大地色 就假如說我今天要使用的話 我會想畫一個大地色妝 但我also也買了 藍色之類的很crazy的顏色 如果它很好用的話 我真的會很有興趣試試看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來挖包 它的包裝就想這樣 然後其實我好像看到它以前的包裝 好像上面是比較胖一點 所以好像可能是更新包裝 我看到藍色我就說 我看起來超乾的 我只能說看起來 不是很妙 嗯 顯色度就是沒有特差 也沒有特好 就是我這樣子刷開之後 還是看得到有一些 就是卡色 然後跟顏色不是很均勻 但這的確是藍色 我覺得有出藍色我就已經很感動了 但是這個看起來不太nice 但我就等它乾掉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它是不是乾掉後會厲害 那我們先來找一下我今天有沒有買妝前乳 好 我好像沒有買妝前乳 然後好像也沒有買粉底液 哇超雷耶 OMG 我真的很抱歉 但我買了兩個遮瑕膏 這樣可以嗎 原諒我好嗎 沒有粉底液但是有蜜粉 我剛剛差點一味 蜜粉也沒賣 好那我先去把我的妝前 你知道完成 我們再回來 其實這樣也好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遮瑕膏到底 是不是很nice 對不對 好我剛剛只是覺得它看起來乾了 我這樣子摸一下 手上直接來一個完整刷色 What 好吧 這個是一個很不持久不持色的眼影蜜 哇我剛剛用洗妝水超好洩 我真的等它乾了 哇我還買那麼多顏色 我真的是太容易 不小心就 撕心風 OK 我只是看到藍色 我會覺得天哪 你如果敢做藍色的話 你對你的品牌一定很有自信 我就買了 哇等一下還是會摸一下他們的大地色 OK 還是會給人家一點機會 但那個藍色我只能說 Disappointed 首先我要現在使用我們的底妝的部分 底妝的話 其實我最有興趣的其實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總覺得我好像也在哪看過 但就一直沒有興趣買它 但因為我們今天是寶雅的挖寶系列 所以我就覺得OK 我可以買它了 我需要一個理由 它叫做思科 新Queen 零修圖 一筆遮天遮瑕筆 我可以嘴巴裡有喉糖跟你們講話嗎 不然我會一直咳嗽 就只能這樣好嗎 喉嚨很痛 等一下講一講 你聲音就沒了 所以我現在嘴巴裡面 只能有一顆厚糖 貼得出來嗎 嗯貼得出來 欸我把包裝拆掉 它下面這個部分 居然還是霧面的質地 好像不錯 nice喔 質感好像不錯 但上面就是你知道 Maybelline那個遮瑕叉叉筆 我沒有很喜歡這個類型 我如果很久沒有去用它 我就覺得上面已經 你知道嗎 因為這台灣的天氣 所以就是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會say go ok 那我就直接先來轉它 我對之前那個遮瑕筆的印象就是 要轉很久 它才會出來 所以我不確定是不是 那款有的特殊包裝 喔 What the 好剛剛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轉一轉它就下來 但是現在又繼續可以轉了 所以 I don't know 好像有東西要出來了 看得到嗎 相機上不確定 但是我只能說它原本白白的 我可以看到透了一點 膚色在下面 所以我要繼續轉嗎 又把它轉起來了 喔 這個包裝 超雷 耶 我要這樣子把它拉著 然後往下壓 那個包裝才不會跳起來 哇 首先這個就是一個大扣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一支 或是它們全部都這樣 喔 這個顏色 有一點渠 那就是我會說 有一點渠 而且這一蓋上去它馬上就 你知道 就它的那個海綿會直接碰到那個蓋子 至少Maybelline的我記得是不會 那是我記錯 I don't know 好啦我不會整支影片 講話聽起來都這樣子 有點好呆好呆 喉嚨 喉嚨等一下沒有那麼不舒服 我就把它吐掉 那我們首先的話 我就要直接用這個遮瑕 我是應該給它那個海綿頭一次機會 OK 我眼睛好癢 嗯 你們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你看我臉是一個爛掉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也是一個過敏中的狀態 好冰 冰冰的 這樣正常嗎 嗯 冰冰的從不是我在使用彩妝品的時候 會有的一個心得 來看看說冰妝效超讚 是不是 然後今天我們沒有粉底的關係 我會把這個範圍上的很大 好剛剛那個海綿頭 有沒有用我覺得 我感受不到太大的差別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 手上這個 然後就 隨便拿個氣墊粉撲 把它拍開 遮瑕當粉底上 這個質地很輕薄 就水水的 有啦 它 有粉底的遮瑕度 就是可能 它本身的遮瑕度是非常自然的 但目前感覺質感還不差耶 雖然顏色有一點橘橘的 總覺得我還是要再上更多 那我繼續就直接用這個 有沒有看到它顏色就是不大一樣 這個包裝 超不OK的包裝耶 它現在整個溢出來 對不起 雖然說你如果轉太多的話 基本上的確是會有溢出來這件事情 這個底妝的質地就是比較偏比較薄 所以正常來講 應該不是用這種包裝去做它吧 但拍出來的妝其實還真的蠻美的 但看得出來開始比較深一點 稍微氧化 遮瑕度其實也沒有到特別特別的高 尤其如果以一個遮瑕來說 如果這個是以粉底來說 我會給它一個中間的遮瑕度 那如果它遮瑕膏為標準的話 它是低 很低 真的得說東西本身不知道 大雷巷是它的包裝 那它如果包裝是好用的話 其實這個遮瑕膏 嗯 應該說底妝系列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 我現在是把它拿粉底用 就是貼膚油 然後遮瑕度就是中間 沒有到很糟 但是包裝的話 蠻糟的 接下來遮瑕膏呢 其實這個 是Maybelline他們家的Fit Me 然後我看到它上面寫升級版 然後居然是水潤 遮遮春期遮瑕15號 水潤服貼再升級 完美遮瑕不卡粉 那我以前使用的話 我就是已經記得 我對它的心得 就是覺得它蠻 沒有到這麼的遮瑕 就是非常自然的遮瑕度 但記得我以前嗎 我是超愛厚重妝感的歐美女王 那這邊看起來顏色 嗯 會蠻白的 我們就直接上 也不會蠻白啊 就是比較我平常會使用的顏色 Fill Me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好用 就以前我對來講 就只是遮瑕度 我覺得可以再更高 但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會蠻愛的 我現在妝感越來越 淡一點 好像也是很久以前 就已經有很多人說 這個Fill Me可以直接拿來當 粉底用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欸 因為你可以拿來當粉底用 就表示你真的很薄 遮瑕度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優秀 而且拿我的遮瑕拿來當粉底用 不就很快就把這個小小的帽術用完了嗎 所以我從以前都說 喔這個也可以拿來當粉底用 好讚喔多功能 我想說 可以當粉底用是好事 但我不會推薦大家可以拿來當粉底用 在我看來兩邊的狀況 看起來就是 太行 黑眼圈就是遮一點點而已 改善黑眼圈 並沒有遮掉 然後痘痘更不用說 我的雀斑也都明顯到一個不行 所以遮瑕膏就是 嗯就這樣 我來小小的使用一下 這個我很久以前會喜歡的 Tarte Shape Tape 就是那種遮瑕度爆表的遮瑕膏 我想遮掉的雀斑 不是我不喜歡的雀斑 但是最近 就是很想要畫出一個沒有雀斑的妝感 所以想說能遮就遮 好好像連Tarte Shape Tape都遮不掉的雀斑 就一點點而已 好 那我們的話 接下來要來進入蜜粉 蜜粉是這個 UODO 這個品牌 我不知道 但看起來就很像是 小紅書的品牌 我還沒有使用過 它打開的話裡面有個粉撲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 有沒有 是有壓下去的一個小網子 很讚 我只能說很讚 那我們也來用今天 我今天也終於想起 要使用工具這件事 這個是Solong他們家的這個 有沒有 披薩粉撲 我跟你講這些披薩粉撲 就是都長一樣 然後 用起來應該是 差不多的感覺 Solong的這個毛好像在細緻一點 我們來看看 這個粉 是那種 廢紫粉的 感覺 它的粉是那種沒有那麼好取粉的粉 就當你在上的時候 你就會 疑問說 嗯 我剛剛有上嗎 但是的確是有 我覺得我還是用它的大粉補好 剛剛那個尖尖的 取不到粉 我有點空虛 我這樣 而且這樣子比較 可以沾取到更多粉 而且它是膚色 它臉的那個剛剛有的那些光澤的確就是都護化了 但這個粉 我用手摸摸看 等一下真的有粉嗎 它粉細到我摸不出來粉在哪裡 我覺得有點恐怖 就是我現在真的都定了 而且它其實沒有按太多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會擦蠻多的 結果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毛太細 所以抓不起粉 我真的不太清楚 它但是它本身的粉撲 粉是抓得起來 但也沒有到很多 那我們先這樣 我先去把我的眉毛畫完 再來 那我們現在 來進入眼影 眼影畫出剛剛那個讓我傻眼的眼影蜜 我買了這一盤 就是Gogo Tails 這個其實之前我們好像在蝦皮下面就有看過 蝦皮的蠻便宜的品牌 我忘記這個是多少 反正就是蠻便宜的 然後這個包裝就是完全超級無敵 像Huda Beauty的九宮格眼影盤的包裝 設計上致敬了它 那裡面的顏色我就不確定 然後這個品牌的眼影我自己也沒有用過 所以我現在來刷色 說一下我現在臉上這些蜜粉啊 就是剛剛的那個UODO的蜜粉 就是非常非常的細緻 很像肺脂粉那樣 所以等一下有一些妝會比較難上去 我可能噴個定妝噴霧 OK刷色看起來就是不錯 表現優良 但就是一個非常你知道咖啡橘調的 不知道是這個顏色比較好做還是怎樣 我真的刷過很多盤這種咖啡橘調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只要偏冷掉的就是比較容易碰到雷的 好我順便也來刷色一下這個另外兩個眼影蜜 它叫做滋惠美 首先這個顏色是全霧面 這是SW02粉偶粉 這怎麼感覺很漂亮 而且它的顯色度很飽滿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怎麼覺得霧面 蠻有看頭的 喔 我剛剛用手去摸的時候 因為手面積就是整個這個個體 比較實心去摸它的話 可能有點太硬 那如果剛用這個鬆散的刷子去暈的時候 稍微會好一點點 沒想到我是買比較偏紫的顏色 這真的就是尋寶系列 我沒有真的要好好的去買它 我還有另外一個色美刷 這個是S15號 那我來在這個霧面色 喔已經乾了耶 其實還好啦就是個光澤 我自己個人沒有都很滿意 就是有點油水分離這樣子 其實我只看這兩個顏色 有沒有這是我剛剛刷的顏色 其實蠻美的耶 沒有強要幫他們說話 雖然我從來沒有這麼做過 但是有時候我自己在講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很硬要 我想要先用這個滋惠美 這個第一個顏色 我想要這樣塗 先塗這樣 我們來看暈不暈的開 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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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顯色嗎 我得說因為顏色的關係 看起來有個淤清感 但那個好像不是產品本身的問題 是顏色就有點淤淤的 淤血淤血感 我再點一點在這 稍微這樣子平鋪 喔 那我再來上這個比較深的顏色 好不要上太多 剛剛那個顯色度 把我嚇死了 先這樣子平點 點鋪 怎麼會 這是個蠻漂亮的漸層 我們先不說這邊乾不乾淨 這一塊 這一塊等一下再處理 但是這個 是個挺漂亮的漸層耶 What 我有一點點嚇到 他們乾的時間蠻慢的 我到後面暈 還是其實他們乾不了 因為我到現在暈有沒有 現在到眼睛下面 它還是可以讓我暈下來 可是用手摸又感覺是已經乾了 嘿 我知道這顏色 非常像 我被人家扁了 I know 真的蠻像 我稍微拿蜜粉餅 不要看 戳到我眼睛 好痛喔 手摸這個 上面這邊 有沒有 這個交界處這邊 聽得到嗎 超力超硬的 我剛剛不然戳到一下 好痛 咦 沒有很喜歡 走動之前 好像另外一塊 我也有類似的問題 有個刮臉的問題 Anyway總之 這裡就是個 黑色妝容 我就在用 剛剛那個金屬色 就沒有很亮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說這個眼影蜜到底好用還是不好用 他們讓我好confused喔 講不出完整的覺得它是好用還是不好用 這顏色也有上去 但是顯色度就 又不是很夠 然後暈染的部分 到底是好暈染還是不好暈染 我無法判別 就是好暈染 可是暈暈暈那個東西又不見了 就是現在這個金屬色 就當然剛上上來的這個光澤度一定會消失 好剛好有事情讓我分心 所以我很晚才在暈這個眼影 它還是暈得開 這個金屬色 這樣是好事 其實這樣是不是其實也不是壞事 對嗎 就我這樣去摸 它就是整個就是下來的 但一般粉狀眼影 上完之後你去摸 如果用力一點的話 應該還是會下來 所以I don't know 這邊的話我會想要再用一個 金屬色定妝一下 這邊現在就是 應該是隨時都是在掉色的狀態 我沒有很喜歡 反正我現在心得對這個 滋惠美目前沒有到太喜歡 霧面我會再用 好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就要來使用這一盤 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盤 橘中眼影盤 那我們這邊的彩度也沒有很高 所以我這邊就是先用這個顏色 來鋪整個 顯色度不差喔 因為我剛剛說了嘛 我現在臉上上的這個蜜粉 粉質比較細像肺質粉那樣 所以它會讓後面要上上來裝的東西 都不太好上 所以這個眼影 以它的價格來說 目前第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看起來淡淡的 但是還是出現顯色度 不錯 掉粉是一定有的 那我再來使用這個 這個是金屬色 但 因為它的深色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我還想要多一點點 稍微的漸層 然後這個金屬色 應該也很難是拿來打亮的 因為它顯色度可能沒有到那麼高 就拿來稍微做堆疊 讓它更有立體感一點嗎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要到這個 這麼深的顏色 因為旁邊這個很橘 我不是很想用 所以我想用這個 然後再用同一支刷子 我知道刷子很大 但你有控制好 刷子不是問題 好對不起 我沒有控制好 跑到眼睛下面囉 然後這個超大暈染刷 我想要用它 來暈染一下第一個顏色 超大 整體戴上去一點 它的蓬鬆度可以 它看起來很自然 但是它就是有很明顯的 顏色往上移 它深色也稍微 對 又戴上來 這要跟隔壁相 你看現在隔壁這邊就是 這個金屬色可以移 但是那個霧面色是 停住的狀態 所以我會好奇它的霧面色 有可能霧面色還蠻值得買的 因為它乾掉之後它就不會再動了 然後再進入這個顏色 還有一個小刷子 然後接下來它我們來進入金屬色 那我首先想要來進入這個 我知道它很金 但它亮片很大顆 看到沒 非常美麗 果然還是比較喜歡粉狀的 很好控制 當然我得說液態眼影 還是有很多好控制的液態眼影 但我只能說今天這個它沒有 然後再來進入這個最亮的 顏色 點在這中間 然後帶到上面 我的眼妝就是 都是這麼誇張 沒有錯 所以我也沒在想 我能不能這樣 它那個質地我好不熟悉 讓我非常的害怕 嗯 我偷偷用別的眼影把它戴上去好嗎 原諒我 我不想要畫一個失敗的妝 拿一個這個紫色的 Urban Decay的亮片 眼影 好像有點太紫 但來不及了 就這樣吧 我只想要有一個 從最高處到下面都有 眼影的感覺 沒有到覺得很讚 那我這邊眼妝看起來越來越悲慘 很抱歉 多刷掉一點點亮片 多蓋一點 液態眼影 我反而想要點一點點 剛剛這個Go Go Tail的這個深色 來這邊助攻一下 因為它顯色度就是不夠啦 哎呀 然後就是 右側有點卡色 所以沒有辦法完全的定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暈開的時候 暈開的邊界又會結塊 所以 不太妙 那邊都加那麼深了 這邊只能一起 也變深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來進入眼線 我其實就在想 MACO這個應該是送的 我自己買的眼線 應該是這個 花洛莉亞 還有阿MUNI的 這個是眼線膠筆 然後花洛莉亞是眼線筆 花洛莉亞我眼線筆應該用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買花洛莉亞 我來看是不是特殊顏色 那包裝好可愛喔 喔是是特殊顏色沒錯 它是這種 看起來就是 臥蠶筆的東西 來 我就直接 看臥蠶能不能出來 我覺得不錯 有嗎 有一點點臥蠶感 一點點 Anyway 那我是不是沒有眼線筆啊 還是我真的買了MACO的眼線筆 對不起 還是我都是自己買了 然後就在那邊說人家 就是送我 我以為是你知道 就是買一堆薄牙 他有時候就是會送一些贈品之類的 我以為他是贈品之一 結果是我自己記憶力不好 已經完全忘記自己當初 下膽買了些什麼東西 OK 我很抱歉 那是MACO的眼線異筆 的確 MACO眼線異筆 我也沒有用過 我的想法可能是 至少要把MACO的東西都試過一遍吧 目前我試到他們家的東西都還不錯 就那個遮瑕膏也不錯 但是就是對我來講 比較乾 無法遮眼下 遮痘痘什麼的還是OK的 太難拆了吧 這個包裝 沒有特殊的設計 就是這樣 這個筆頭看起來很尖 讓人有一點點興奮 我先刷一下 嗯 沒有到無敵流暢 很乾 畫不太出東西 還是其實真的是很正 我剛開它又是全新的 哇好乾喔 怎麼會這樣 它真的蠻乾的 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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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OK 這個眼線筆 我很久沒有用到這麼乾的眼線筆了 會不會是品管的問題 因為它其他東西很好用 我不相信它的眼線筆會這麼的美水 你也知道 但Anyway 我們先來看這個 I'm Uni他們家的眼線膠筆 不能說眼線膠筆真的是看人 我覺得多使用一些牌子 哇超顯色 OK 多使用一些牌子 就會 找到飽 你知道嗎 像我之前用到Revlon 在I Hurt Mine就發現 我看 它才是我的真命天筆 Funny joke 那個眼線筆的部分 我目前是覺得 美好眼線筆畫不出來 然後呢 I'm Uni的眼線膠筆 非常的流暢 而且它是眼線膠筆 非常的顯色 但脫不脫妝還不知道 我先把眼睛整個畫完再回來 好回來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進入臉之類的吧 我現在看到的是兩個腮紅 我買了兩個腮紅 Feel Me這個 我以為它已經出很久 我只是沒有拿到公關品 所以我就買了 結果前一日我收到了公關品 OK 那這個顏色 我買的是 60號肉桂熱紅酒 好險我原本想要買兩個 我的私心瘋真的好可怕 然後Catrice的話 這個是之前 應該已經出一陣子了 沒有特別想要使用它 因為它好像是雙膏狀的 貌似有看到有人分享它的心得 但我沒有記得他們心得是說什麼 哇 這個包裝 對 就是開架彩妝的包裝 就輕輕的 好那這個是腮紅 上面還有一個貼一個膜 所以我現在其實碰不到 這樣不錯 比較不容易乾掉 那我現在把它拆開 我這個是02號 感覺滿美的 感覺跟我剛剛那個熱紅酒 兩個顏色很像 那我現在其實皮膚上 你知道 剛剛是用那個定妝蜜粉 感覺可能會有點乾 我噴一下定妝噴一遍 那我就使用 平常會用的這個 我都是用這支來上霜狀的腮紅 就這樣子點點看 看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 我這樣點 會先在手背上 這樣看一下 效果如何 雙狀腮紅這種東西就是 要這樣小心翼翼使用 不然很容易就會出大事 盤裡悄悄 臉上也悄悄 手背上也悄悄 而且我現在盡量想要把腮紅 真的都集中在一個位子 我還是很容易 把腮紅上太大範圍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學問 它真的就是停在那一小塊就好了 我在學習 其實蠻美的耶 就顏色蠻美的 而且跟底下底妝可能還是小小的有一點點打架 但是今天底下底妝那個蜜粉真的是太控油了 所以真的不確定是誰的問題 那我這邊再用小隻的刷子 就稍微稍微這樣 鼻子上面 這樣 有個最徐徐的感覺 其實我想一想 我覺得這個今天先不要用 到時候新品開箱會再出現 可能要等一陣子 但我想說兩邊我都來用這個顏色 有點顯色 我再用 粉撲壓一下 今天底妝不夠乾淨 明明是兩個遮瑕 但就是遮瑕度都沒有到太高 我也很困擾 但我不知道這個其他有什麼顏色 感覺還不錯用 那腮紅應該就是那樣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修容 這個是愛森絲 他們家的馬賽克完色修容餅 這個顏色就看起來你知道 比較歐美古銅一點的那個感覺 最深的顏色 對 所以就是稍微在臉上也打一些 不用太多 用這個刷子 而且顏色其實也算是蠻清淡的 就打出一個輪廓 然後感覺好像有曬過太陽的感覺 有喔它真的是 就是會讓你看起來有曬過太陽好看的那種骨頭色 今天使用的兩個都是遮瑕膏 然後我現在看到的是我臉上滿滿的 各種的 你知道 瑕疵 需要再另外請人出來遮一下 好 盡可能還是把一些能遮的東西遮掉 目前看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 應該接下來就是我們 我剛剛忘了用這個 好啦這個也是我自己私心買的 不算隨機 這之前史丹妮老師來幫我化妝的時候 他就是有說他超愛這個 然後那個時候我去前程是 找不到 這次上寶雅就有看到 我就立馬買了 所以好啦有點像私自購入 剛剛居然忘記 我還買了一個Judy Doe的腮紅 聽說他06號色就是非常的火紅 隨便畫都好看 這兩個顏色都比較偏粉 就直接把這個加在上面 哇 很顯色 好說好的腮紅 位置不要太外擴 但辦不到 好下一個我們到唇膏的部分 唇膏的話我好奇人買了一下這個 這個是4U2他們家的唇釉 以前我用過他們的東西 其實他們真的是蠻好用的 但後面我就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他們也沒有在寄公關品給我 然後我以為他們退貴了 但看來是沒有 然後這是他們的Jelly系列 4U2的腮紅也是很好用啊 就很顯色 然後我買了這個06號 有點太恐怖的味道 我感覺他沒有要給多少光澤 他就是直接就先染唇 他塗起來也不是說很有光澤 就只有這兩側 稍微有點亮亮的 就很霧面 其實顏色很好看 他就叫Jelly Tint 所以他的Jelly的部分 可能就是Tint 就是一個唇露 但現在看起來是蠻厲害的喔 就是你喜歡霧面這種妝效的話 我原本買他是以為他會光澤 我真的是私心瘋亂買 我很抱歉 我趕快快速 這個是他們的唇膏 08號 他們之前有唇膏 然後包裝很隨性 然後這一次 我就是看到他的包裝蠻精緻的 我才想買 那我直接上在嘴巴上 就蓋過剛剛那個 其實也是蠻美的顏色啊 感覺是大家都會愛的顏色 好我這次加了我的花露莉亞的一口餅乾 看起來是否就超美 嗯 結果我的唇彩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獻給FOR YOUTUBE 這個唇的 combination很美 OK 那我先頭髮弄一下 再回來 好來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在 我的iPad跟相機 每一天之前 來做一個結尾 好 今天的產品就是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齁 我只能說兩邊的妝 一開始的這個 被我吐槽到不行的那個遮瑕膏 他的包裝依然很鳥 就是你看這個蓋子 他已經全部 完全已經看不到 一開始蓋子是透明的 對不要懷疑 然後顏色的部分其實也沒有 好啦有一點深 就是我現在這邊看這邊 稍微偏橘一點 雖然加上修容 但是這邊這個顏色 也是沒有那麼白 但是其實平常我如果直接用 我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能顏色的部分 我還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包裝的問題超大 如果他們有改包裝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 因為妝感非常的自然 然後這邊的話 我感受不到 Feed me 有什麼全新升級 我覺得他們會不會真的 就只是想要再重新再宣傳他 然後就叫他全新升級 但是其實根本沒有升級 我覺得有可能 滿有可能的 對 anyway 他還是很好用 但遮瑕度就是真的是不太高 你看我連鼻子上面的就是 雀斑都還很親此 然後兩邊就不用說了 然後再來的話 今天就是這個眼影的部分 我覺得心裡一直很希望 他其實滿好用的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幫他說話 因為他是 他有出特殊色 我真的是對於出特殊色的品牌 我都想要給他加油 但是他們的金屬色的液態眼影 不太OK 然後霧面色的好一點 但也沒有很OK 我只能這麼講 所以說不定也是使用上的習慣不一樣 說不定你塗上去 你真的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讓他稍微乾久一點 再去暈他 感覺效果應該不錯 但是直接暈 絕對是死 然後我的話是有等一陣子 還是死 也沒有到超死 但是就是偏死 所以這個看你個人 但他沒有出特出色 所以我只能說 謝謝你出特出色 我只能說 Gogotails這個 你們自己可以買別盤試試看吧 但是他都包裝整個 就是也是就是 致敬的就是很嚴重 但寶牙有賣 我就買了 然後顏色 這個顏色就是非常的普通 眼影其實很美 但是跟現在很多亮片 再更細緻的比起來的話 也是就是普通 絕對沒有不好 然後就是還不錯 偏不錯 那就是希望他們包裝 可以比較有自己的設計一點 這樣子 然後呢 今天讓我非常非常非常驚訝的是 Mako的眼線筆 對 Mako的眼線筆 沒有想到會這麼的乾 然後流暢度 我現在畫又很流暢 但是我剛剛在我臉上 在臉上就是一切 在臉上不流暢 那你就是不流暢了 所以Mako這個 我有一點 有一點驚訝 然後Essence這個 就是非常普通的 如果我們今天 如果是夏天的話 我可能會再喜歡用它一點 因為它是稍微看起來 好像有被太陽曬過的 那種健康肌的感覺 但是這個 Nope 反正這個蜜粉的部分 我得說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肺子粉 然後就是超級無敵細緻的人 我覺得你會喜歡 因為其實我現在妝感 如果是看我的底妝的話 整個膚質是非常細緻的 就是我剛剛定妝的部位 然後到現在都還是維持霧面 沒有到出油 就是也沒有開始就是發光這樣 那當然因為我是比較乾肌的人 油肌的人 看看能不能留下你的使用心得 因為這個感覺 控油的效果很不錯 取粉非常的困難 但是如果是用刷子上 說不定會好一點 I don't know 但是它真的是我遇過 那個粉質吸到粉取不起來的一個蜜粉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今天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我會休息一陣子 雖然真的就只是一下下 大概有大部分的你們就可能 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今天講了一點點 你們才想說 喔喔就是 這麼說來 Sara的確有一陣子沒有出現了 但是等你們發現 然後再等個兩天 我應該就出現了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 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謝謝你們公開看 掰掰